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9年 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發售 大家可以向普羅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相遇 欲購重促 苗山河 中橫四海 我何鑑江智傳 一鑑江湖 已經在普羅有得賣了 大家可以到普羅網上商店購買 多謝各位 第六集 這件事本身要有很多其他的線索 這位不劃沙朋友近年都搞了一件事 如果行動的話 都是改筆歷史 就是用水發滴的車 其實很簡單 把水的能源變成氫氣 然後將它變成能量 推進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需要用到我們現在發射原料 那是氫氣車 現在Tesla 都是電動車 即是太陽能 但如果它這件事 即它給了這個模特兒出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大量生產 但這件事本身 如果做到的話 其實就對我們能源的需求 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這也是一件事 就是近年 譬如在爭論的問題 為何 譬如如果有這件事的話 即是我們不去用呢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說 因為這個速度到 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的既得力 譬如現在大家全部 突然不用能源 不用石油的話 那些石油箱就全部覆蓋了 如果它這個 輕汽車做到的話 那些石油箱就全部貨產 返香港的間田也要 那飛碟學會好像也探討過這個問題 有 當然有 因為能源是一個最大的課題 因為從飛碟裡面的研究 它究竟是用什麼方式 來飛行的 那個因由 最重要是涉及了 這個叫做能量的處理 是那個情況 所以 所以它這個 現在它講的這個理論 它在尋找那個 如果是證實的時候 最重要是有一個很大的 改變的出現 可能很多 整個社會 它是消化不了的 就是原來可以有一種能源 而那種能源 我們現在地球有那種物質在 有一個技術 是找到那種物質 而那種物質將它分解了 變成了能源來的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一個叫做危機 那種物質的 這個我覺得 就是 這種理論 還有它這個實驗 就算它成功了 就很多人都不會 未必會 立刻一下子 就幫你去推廣 或者這樣去運用 在後面看到那個模特兒 我就不敢說 它是 是不是可以 那裡寫明 就是用氫氣推進 是 那後面加了幾個瓶 就搞定 用水就可以了 是用水就可以了 如果是的話 又是歷史要改寫 即是你可能就用海水 然後將它物質分解 那你都可以變成一種能源 那會接受不到的 很多的商家那些 是 因為你倒它米 嗯 但是它也有它的原理 那它現在要用呢 就是要用一些 相當之貴的白金 是 作為就是它這個輕器的一種的 油發器 是 所以那車本身就 可能就是 那個製造方面 是相當之 複雜 複雜和昂貴 即是現在是未大量生產到的 但是問題就來了 譬如現在 這個特斯拉 這個什麼 Elon Musk 他得到大量 那個政府的支援 嗯 那為什麼 即是我們基於那個 所謂那個全球暖化的問題呢 反而這類這樣的 的發明呢 就完全得不到 那個政府的資助呢 那這個是一個 常識方面的問題 是 但是如果我們去到那個 那個所謂外星人的問題呢 就有另外一樣的 就是如果可以用到一個引力 或者反引力 作為一個原料推進你的時候呢 那我們今天 就很多東西都被淘汰了 是的 那這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導致到我們現在的 政府 不是我們政府 而是美國政府 他要不斷推遲這個公佈 這個 就是 飛碟的問題 那這個可能是其中的因素來的 是 這個是 我想 極重要的那個因由 是 所以簡單的說呢 就是他 呃 外星文明 飛碟 和能源的問題呢 就是 三者之間其實有關係 嗯 而這個後面 最重要的一個 能源的使用方面呢 就是如果我們在那個 化石能源方面 仍然有這麼強大的 既得利益的話呢 就可能令到這件事 是推進了 就是推遲 不斷推遲 嗯 複雜了 複雜了 那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物料的問題了 就是他提到這個 飛碟的那個 那個那個物料本身 就是究竟是 呃 是什麼來的呢 嗯 那就傳說呢 就是 不斷有 就是這個 這個Roswell的 呃 飛碟的殘骸 部分的物料呢 是偷運了出來的 是 那最近你們 就是你飛碟學會 有沒有接觸過 類似這些人呢 就是聲稱他擁有了 這隻 飛碟的殘骸 的部分的物料 啊 那除非都給個 給個小小的理看啦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啊 裡面 那時候 就是 都有的 這些物料 很多人 都有 都有說 以及 找這些 飛碟的殘骸元素 嗯 而且 就是有很多 就未必一定是 需要在一個 軍部 拿出來的 那真假不說 但是這些物料 就是 非常之 很多人 都說他擁有 嗯 來研究的 那傳說是怎樣的呢 就是當時 那個Roswell 飛碟掉下來之後 是 有人第一時間去了 嗯 第一時間去了 那個人 就記得 上面是怎樣的 是 我們以前說過 就是上面有一些文在那裏 嗯 是 就是 那個物料本身 就是 照片也有在那裏 即是說 它是刻了一些 類似那個 那個 我會問 金字塔裏面的 是 一些文字 即是 埃及裏面的那些 那些符號在那裏 但是什麼符號 不知道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人就嘗試 作過出來的 嗯 就是作過之後 拿了回家 就收起來了 接著就 就是流傳在 那個 美國的一些人的手掌 是 其中一個就是 Lindon Moulton 這個很著名的 嗯 去 Lindon Moulton Hull 他是很著名的一個 飛碟的紀錄片的 的拍攝 即是制片人 他就 賣了給 這個 去揭露 這個飛碟的 其中一個的 著名的人物 在那裏 後面這個 就是那個照片 嗯 那裏面 就是聲稱 其實有部份 在地球上 都找到 嗯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Bit Bit Smith Bit 就是有了這個 那很奇怪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元素 跟剛才我們說的 115那隻 原來他們都可以有類似的能力 產生 在某種條件 產生一種的 引力牆的效果 嗯 那如果這個是真的話 就正 就是可以有一個叫做 線索就是 就是為什麼這個115 會成為了 他們認為是這個 飛碟的其中一個 這個推進的原料的原因 嗯 因為這個適合到 那個引力牆的問題 是 嗯 那簡單來說 就是他現在這個 這樣的 這個飛碟 無論是飛碟 或者這個原料的問題 嗯 還在繼續是 是糾纏著的 嗯 而那個 就是 發展的方向 就是 其中一部份要看 那個物理學的發展 可不可以認證到 就是這個 這個說法 有一定的可能性 在這裡 嗯 我們一直 在東方飛碟學 經常都有提及一個 就是中國的飛碟學 專家 林晶全 林晶全先生 他本身 是一個物理學家 他也曾經 都在蘭州那裡 用意念呼喚外星人 都有做過很多的研究 一些實體的研究 那些不說 我想有很多聽眾朋友 都認識這位科學家 但我覺得他有一個理論 就是牽涉到 今次台長 你很細緻 就說了那個 這些元素裡面 就是可能牽涉到 我們的未來科技 那他林晶全 那時候 我覺得他有一本書 非常之出色的 他就用物理學 來去嘗試 去告訴大家 如果從物理學的角度 他找到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 他自己都將他定名了 就叫做陰性的物理學 他說我們了解的那個物理學裡面 簡單來說 都是用一個叫做元素 來做一個叫做基礎 但是就以他的那個研究 他有個理解 就是說在這些元素 去到某一些數值位的那個階段 這些元素 是用一個叫做陰性的物理學裡面 來講 他裡面那個叫做物質的元素 裡面有一個叫做虛子 存在在那裡 虛子的作用 我想在科學家來講 就相當之複雜 但是如果你用逆經來講 或者是那些叫做道家裡面所提及 就是說陽中是有陰的 陰中是有陽的 陽性的物質 他是可以有個辦法 轉了做一個陰性的物質 那麼這個變化 裡面就牽涉到很多問題 而他作為一個物理學的學者 他都用一個名字叫做虛子 這件事來去解釋這種物理學的 未曾引證的現象 同時因為他是在70年代初期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叫做凍死的狀態 就去了那個我想是香巴拉的地方 看到很多飛碟的 我想他都是用一個叫做實體 是有過這樣的經歷 還有見過很多飛碟 還有入過一些飛碟的那個 好像是他上過去的 他上過去的 我見過他寫了一本書 他上過去的飛碟 他上去的飛碟 跟現在我們今次說的 形容飛碟的內部有沒有不同 有個分別的 因為他的分別最關鍵 簡單來說就是 他會看到裡面的內部的結構 我們今天講得很簡單 是幾兩件事 他見到是否很複雜還是簡單 他可以說不是複雜簡單的問題 你形容的時候 然後呢 語言是難以全部講完 他就做一個簡單舉例 因為我問得很準確 因為他都說 你這樣問就問得很好 我就問 你在飛碟裡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們的那個駕駛的儀器 究竟是怎樣的 其他的東西 只是那個駕駛的儀器 他說 你問你那裡 有個基礎 有個文理學基礎 就是全部分成細節 他就嘗試告訴他 他們的那個操縱儀 你見到 是在外星人的手部 如果他要愛那個操縱儀的時候 操縱儀 就會在他的中間出現 先是光化 然後就凝聚變了側化 他是一個圓形的操縱器 好像那個波一樣 對 他就說 他用完的時候 你會看到 那個物件可以光化 他 這樣就不見了 他說完之後 他都很謹慎 他說 我現在講的那個 就是我的理解 我眼見的那個階段 那個層面 即是那個圍道裡面 認好給你聽 但實體的那個 他都還沒有說 因為他還有一些細節 他自己還沒有分清楚 分得很細緻清楚 而他自己的那個理念 因為他是一個文理學家的理念 他覺得他不認證的時候 他不敢立即把它說出來 因為說出來便變實 所以他在這個階段裡面 其實你將他套入了很多西方的飛碟學 或者有些經歷 有些經歷學者 林清泉 他去了解這個 所以從這個 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種 當你研究的時候 你具備一個基礎 你就會看到 他裡面 很多 information 找到 他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這位先生 他裡面 其實我告訴大家 基本上七成是真的 哦 你都開始信 不 他一直說的那些 你知道 他其實是很聰明 因為他說的時候 他用一個很巧妙的方法 就是將他過濾 這個方法 我們很多時候 寫東西或者說話 都會用一個方式來 過濾了他 有些關鍵的形容 或者字眼 尤其是字眼 就不要碰他 而是他用另一個方式 來講出來 如果你是同道中人 你就明白了 你就明白了 我自己奇怪 這件事就是 為何飛碟會有槍 即有槍口 我就不太明白 為何會這樣用 但這件事不重要 他提到一個很有趣 就是 那個飛碟 在哪個背景 在哪個地方找出來 他說其實是一次 考古的發掘 這個就 涉及到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所謂 是不是外星 或者地球 可能那隻飛碟 本身 就已經停留了 在地球很久 是 即不是說 好像現在 看到那隻 就是他有個 幾個外星人 他拿著飛碟 下來 就撞了 跟著就抓到 然後那個飛碟 真的可能是失事 或者是 以前探訪地球的人 他留下了 留下了一段時間 留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在某個時空被人發現 那這個就 跟著 發營的人 覺得這個 不可能是地球做到的事 來的 就搬到另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 這個就解釋到 現在那個 政治上的 動態是怎樣 是 因為一個很奇怪 就是假如 你說到 比如說 你說到 阿森胡威爾總統 他跟那些外星人簽了條約 或者 那個世界的 那個政治 那個形態 不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 你在地球欠些什麼 其實意義不太大 就是 你如果是 可以 巴結到 或者聯繫到 那些外星人 其實地球的事情 你未必 那麼重要 但是如果你說 這是一個考古的發現 就是 好像拍戲 那樣 突然去到一個沙漠 你找到一隻 就是飛碟 原來是萬年古蹟來的 是萬年古蹟來的 是萬年古蹟來的 那你有條件 可以將這件事 不公佈 是 因為 因為你不敢肯定 就是 那個飛碟的主人 或者他那個 懂得擁有飛碟的人 還在那裡 那你可以慢慢拿回去 研究 就是跟著 想想怎樣 那我覺得這個解釋 就是反而是 就是 對現在的政治現狀 來說是最合理的 是 是 很若干年之前 都已經 有外星人 離了地球 因為這個 70年代 已經發揚光大 已經不斷在這裏 這個 這個說法 反而我覺得 是最接近 我們現在的地球上 的政治動態 是吧 是吧 即是他不是說 我聯絡到外星人 我們跟著 簽了怎樣條約 是吧 他們現在看著我們 他們不出聲 但是就是 我們發現了那個 那個 那個線索 我們肯定有 肯定有這個 但是我們可以 有條件不說 另外就是 譬如 看這個 天空見到的 我們暫時都可以 不說 我們只是見到的現象 我們沒有跟 他沒有跟你接觸 沒有跟你溝通過 是呀 是呀 我覺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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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個 也可以有另外一個 推論怎樣 就是人的進化 演化的過程 不是好像 達爾文說的那種 是 他是經過 有一些 的 干擾 是 一些的介入 即所謂 intervention 這個介入 就是 不是地球本身的 甚至地球生命本身 都不是一種 即是直接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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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現象 是 他是由於 有一些外部的 因素 介入了 是 干預了 他的成長 就令到他出現了 這種 是 這個 等同於現在 我們都經常說 你去猴子山 你不要給食物 給猴子吃 你給薯片 他吃 他習慣了 吃薯片 他就會變成 反常 不是野生動物 或者 你有聰明丸 就給你聰明丸 吃 你吃得 差不多 幾十萬年後 他會變成人 你可以有這種 的介入 你看到寵物 很多都已經有 人性的習慣 都有這種情況出來 是一種干預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都是改寫人 對自己歷史的理解 我們的歷史 不像我們想像中 歷史 歷史 最主要 沒有這個環節 神話 就有了 神話 裡面 有很多這些 傳說 放在道 人的知識 人的發展 不是人自己想出來 是 是 神的恩賜 何圖樂書 都是這樣 有很多 這種情況 是一種干預 文化的 可能 不是干預 他會推動你 想去一個 拒想 我們人類去到的 那個 層面 那個知識的層面 或者科技的層面 這個 如果從一個角度來講 那是一個干預 其實研究非調學 也是說 有很多 很多 我們地球文明 曾經受過這些 事件 變成了我們現在的狀態 嗯 嗯 所以你去研究 那個人類歷史的時候 你就用了 另外一個新的看法 是 這個干預 是以往做得的 到期 到什麼時間 他們又再干預過呢 是 這個最大的問題 是 因為台長你說的 和今天開這個題 就是 前面最關鍵 我想是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 由一個叫做 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後 出現的 這些飛碟事件 現在 越來越找到 一些確實的證據 是一個 實體的證據出來的時候 就是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說出來 我們現在 有很多 很多 我們人 地球的發展 包括我們現在的經濟 或者全球的 大家怎樣溝通 原來 是有其他的族群在干預 你說是否很複雜 這個是最關鍵的因素 這位先生 他研究的那個飛碟 他得到那些消息 以後 他傳出來 其實大家都在那裡 除了說那些飛碟 究竟 他的構材怎樣之外 關鍵都說到 他會跟我們現在的地球 整個文化的發展 是很有干預性在那裡 這是一個最關鍵的 我們的說法 是的 但是 我們的時間 即是 我們說幾十年已經很長 是 但是 可能對外星人來說 的時間很短 可能說幾十萬年 都是一瞬間的事情 所以這個干預 就不要用我們自己 地球人的角度去看 但是當地球發生很大件事的時候 我想他們會出現 而且現在 在2020年 或2021年的時候 那個地球 可能是很大件事的 所以 這個外星人的 露面 和干預 就可以期待在短期之內發生 那我問你 你希望 是有還是沒有 我希望有的 是 因為有了之後 你對生命 或者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不同了 是 譬如說 人的壽命 是否這麼短 是 人所謂死亡 是否我們理解那種 即是這樣的生理現象 是 人的本質是甚麼 是 譬如說 我們意識和物質身體之間的關係 我相信 如果有外星文明 或者有外星人 我們的理解完全不同了 是 尤其是現在 我覺得是去到一個時刻 那時刻 寧願有外星人 好過沒有 就去干預一下地球 但是外星人未必是善良 是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 基本上是 面對文化爆煲的時期 是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溝通 那種發展 就越來越不融洽 會出現了一個大的危機 這些時刻 其實大家都想 如果以前 就望天打救 現在新的就是 看看有沒有好的外星人 來幫幫忙 好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